各位大家好 今天呢 給大家介紹一下 這個拍攝陰天的 這個光圈快門跟感光度的一些值的變化 出來的結果什麼 等一下我會把它放在Facebook上面 拍出來的結果 OK 那我們 我已經開好機了 然後呢 現在因為外面有點毛毛雨 所以我要拍快 我要拍快一點 不然這個相機很容易就是受潮 然後我這個拍完馬上要放在 這個叫做一個乾燥箱裡面 好 那麼我的目標是前面的雲 所以可能你現在錄影的話 雲看不到 那我現在給你們看一下 你們也看不到 我就告訴你 我的快能是1% 然後我現在的那個光圈是11 那光圈的光圈比較小 所以可以看得到那個雲的層次 然後反光度就調到500 因為現在銀田那個色溫算是這個很低的 好 我先拍第一張 就是把那個球拍進去 然後又拍雲這樣子 好 我們大家來看一下 看大家可不可以看得到這個雲已經有點層次了 大概是在這個位置 這樣應該是可以看得很清楚 對嗎 好 但是現在這個畫面的話 可能有的人會覺得就是說 那個 可能有人會覺得 譬如說最近的這個景 會比較 比較太暗了 那雲的層次是有 那我就試試看 再把這個 這個 強的部分再增 增亮一點 這個時候 我可能就會 把光圈 大概 再關小一點點 然後感光度的話 再把它調高一點 試試看 這個情形 現在是 雲的層次還是有 但是 可是 雲的層次是有 可是那個墻還是不夠亮 所以這個時候 可能 我會再把感光度再調高一點 試試看 感光度 現在我把它調到 看一千 兩百五十 這樣子 好 這樣子的話 就是 這張照片 我覺得還可以 因為陰天的話 它的感光度 各方面 就是說它的那個 光線呢 各方面都是比較 就是不足 所以我感光度 就把它調高一點 那我們可以再試試看 感光度 再調高一點 然後 光圈 再把它縮小一點 來試試看 光圈 我把它 光圈值 把它弄到 十八 那也就是說 光圈 就是 很小 那雲的層次 就還會看出了 那我會 那我會試著把感光 度 再調高一點 到 兩千 試試看 這樣我覺得好像是 更清楚 你們看一下 你們覺得這個 這感覺好不好 算是清楚 好 OK 那這些照片呢 我會 不加任何的處理 然後把它放到 我們的那個 Facebook上面 然後 錄影 我會上去 所以你們可以對照一下 這是 今天 教大家拍 陰天 然後怎麼調 感光度 跟 這個 光圈的 這個 關係 那 快門今天都是 在1% 這樣子 手也 比較不會動 OK 那今天 拍照的部分 就跟大家講到這邊 謝謝 下次見